而且先不论是谁消费了谁 其实关于选秀歌手的话题是非常容易产生的 而且是一轮接着一轮 那这一届的这个快男冠军华晨宇 我们就要关心一下 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他未来漫长的路是否已经做好了规划呢 来看一下我们同事王楚寒待会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王楚寒 我现在电影录放录制主题曲的后台 那这次电影录放的主题曲是由我们快男的冠军华晨宇 和季军白举刚他们俩共同携手录制的 我记得在我的印象中 他们两个人都是比较内向 然后比较羞涩的 不知道这回他们成了艺人之后 如何有自己的招数来面对媒体呢 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一下吧 你知道你现在说一句什么话 都能上微博那个热门榜吗 怒放羊蛋哟 这是烧烤吗 对对对 烧烤 烧烤好 烧烤烤蛋啊 如果别人不喜欢我了 我还要硬拉着他们喜欢我吗 那你会在这期间做跟粉丝继续有怎样沟通吗 沟通 我平时有跟他们沟通啊 是不是 如果大家冷落你有点不太好 其实没有 我在看这个 那你就跑人了 没有好好工作 没有我在 毕竟我觉得大家都是歌手 会不会有一些比较 心里有些不舒服 听得出当众人将焦点长时间锁定在华晨宇身上时 在一旁稍显被冷落的白举刚表现得有些无所适从 而相比于华晨宇兵来将党有问必答 白举刚似乎一直没有进入采访状态 这一点从两人私下里和主持人的互动中也能看出 我觉得你现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活泼很多了 因为楚涵姐姐主持的好 今天姐姐教你一个不紧张的招数好不好 解放天性 解放天性 他们说当你四肢柔软的话 你的心也是柔软的 你看我就是一个特别柔软心的人 最近